本想竞选村干部 居然被告知有犯罪案底 犯那个故意伤害罪 判期有期毒刑两年 吸毒 强劲 故意伤害 究竟是他所悲 还是 背负案底十八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开箱扫码 赢黄金花生百分之百有奖 本节目由银路牛奶花生 特约播出 我们每个人过往经历过什么 做过什么事 特别是人生当中的这个重大事件 自己一定会是相当清楚的 也理应会牢牢的记得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人 那他身上却发生了极为奇特的情况 就是这位来自湖南道县的何晓能 何晓能在某一天突然得知 自个儿竟然有个案底 也就是说他曾经犯过罪 还服过刑 现在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最为可怕的是何晓能说自己对这一切 其实毫不知情 这一听着着实让人有点无法理解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说起这件事 何晓能似乎到现在还是一脸的蒙圈 他说自个儿一辈子过得平平顺顺的 甚至于还挺有上进心 这不2022年 他还打算竞选村民小组长 我觉得应该可以胜得了 最主要的是必须要了解 村里的事情和村里的需要 原本是件挺好的事 可是就在提交申请之后 何晓能却得到了一道晴天霹雳 没错 这霹雳就是莫名而来的案底 这可把何晓能砸得有点晕头转向了 一开始何晓能并不愿意相信 就是这个雷突然像蒙了一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蒙了一样 该不会搞错了吧 何晓能自个儿去了派出所 结果一查更吓人了 因为结果显示何晓能不但有案底 而且这案底还不一般 上面就显示 我犯那个故意伤害罪 判期有期独行两年 更让何晓能震惊的是 判刑时间是2004年 犯案地点远在江苏的苏州 苏州距离湖南一千多公里 除了短暂的旅游 何晓能根本就没在那生活过 而且注意这个时间哈 2004年 也就是说何晓能居然背负这个案底 长达18年 此时的何晓能真的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案底又到底跟何晓能有没有关系呢 何晓能坐不住了 收拾行李 立马就去了苏州 他直接来到相乘区法院 在那儿呢 向法院进行了查询 而判决书上的那个内容啊 只能说再次超出了这个何晓能的承受范围 我稍微看了一下 等于就是在那个看守所里面打人 把人家的排骨打断了 法院的判决书显示 何晓能于2003年12月30号下午16时许 在苏州市某阶读所与同事人员 秦某发生纠纷并扭打 何晓能用脚踢秦某的左腰部致其受伤 秦某的损伤已构成人体轻伤 2004年6月2号 苏州市相乘区人民法院 以被告人何晓能犯故意伤害罪 判主席有期徒刑 两年 这就表明何晓能不但犯了罪 还吸过毒 这下何晓能那就更懵了 为什么一系列他完全没有记忆的事情 却装装渐渐的白纸黑字的写了他的名字呢 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呢 从法院出来之后 何晓能就来到了苏州市象征区人民检察院 请求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查清判决书当中认定的事实 帮助他恢复清白 何晓能担心的不仅仅是自个儿背负着的案底 更担心影响后代的前途 现在我就不知道 射不射影响我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关键就是看看我的我的儿女没 我怕我就是怕我的后代影响太大了 检察官听说了原委之后也是相当的惊讶 当然了也很重视 立马就去了法院 调取了那份判决书以及相关的这个卷宗材料 但是仔细看了之后 检察官疑惑了 因为他发现原案卷宗里 记载的所有关于何晓能的信息 包括他是哪儿的人家里有谁 全都跟眼前的这个申诉的何晓能完全一致 一点没差 公安机关包括我们检察机关法院 在就是询问他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对他的基本信息 包括他的家庭人员情况进行了核实 那么他所讲的也确实是跟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咱想想 如果有人冒用你的名字 那倒还有点可能 可是他总不可能知道你的籍贯亲人等所有信息 据此的检察官又详细询问了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也记录了当时的调查过程 当时何晓能在监督府与人斗殴 当时还特意调取了户籍档案 核实了何晓能的信息 当时公安机关就是从他老家调取的人口信息 也是通过公安机关去调取的 正是因为核对之后发现这信息全部正确 这才认定当时犯罪的就是何晓能 不过这其中也确实有个特殊情况 但是呢就是因为受当时条件限制 所调取的那个人口信息上面 没有就是这个当事人的照片 所以没办法跟这个当事人 就是跟这个被告人本人进行一个比对 没照片 这倒是个非常大的漏洞 看来确实存在着有人冒充何晓能的可能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真是其他人 可是他又怎么会知道何晓能的家庭情况呢 带着疑问 检察官继续调查 结果又发现了案卷中的这个何晓能啊 更多的特殊情况 原案当中的被告人何某呢 因为数十次的吸毒被某公安分局那个强制戒毒 所以呢他当时是应该是在被关在我们这个苏州这边的强制戒毒所 注意这个评测啊 数十次戒毒 毒品有多可怕呀 这不必多说 而且毒品会影响人的记忆 甚至导致一段时间内思维混乱 这整件事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所有的推测最后必须得有证据兜底 可是现在能以什么为证据呢 在案卷当中最多的就是何晓能的签字和指纹 当然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8年 自己或许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是检察官认为一些特征啊 一般不会变 更好的是指纹终身不变 所以用这两个做比对是最有效的 那么比对结果呢 我们先来看看自己 当时是按照同样的字体 同样的书写习惯和同样的速度 进行了一个笔记的采集 采集了大量的样本之后 向人军人民检察院委托苏州市人民检察院司法 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 对比表左侧这边 是从卷宗里提取的当年犯罪的何晓能的笔记 右边呢则是现在我们认识的这个何晓能书写的签名 还真别说 就算是外行人乍一看两个笔记啊 还挺像的 那不过呢 专业人员鉴定之后给出了这样的意见 就是说它在这个何字 它这个可布 这个口字的这个写法上 它是有一些差异 还有运笔的这个连写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相互的位置关系啊 大小 然后这样都是有一些差异 综合判断之后 鉴定中心的结构是两边的笔记不统一 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18年 时间太长了 人的笔记呢 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重点还是得看接下来的这个指纹比对的结果 指纹呢 因为其特殊性 样本越多 准确性越高 所以检察官就大量的翻阅了卷宗 在案卷中包含什么那个拘留证 传唤通知书 笔录等等 很多相应的法律文书上 提取到它的指纹和笔记 当时是提取了案卷中 一共11份检材 包含20亿枚纸 而对何晓能的采集呢就更仔细了 10个手指头一个都不能落下 可是通过初步比对呢 鉴定中心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情况 那就是两边的指纹 从大体上看居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卷宗中留下的这个指纹呢 它是属于七型纹 那么我们再根据它这个 留的这个指纹的这个方向来判定呢 它是应该是右手 右手拇指或是食指所留 也就是说当年的何晓能 右手拇指或食指的是机性纹 那再来看现在的这个何晓能 右手拇指和食指 居然也是机性纹 到底什么情况啊 只是相似还是另有蹊跷啊 好在鉴定人员分析的很仔细 他们发现指纹虽然大体相似 可是细节上啊 还是有所区别的 比如说这个检材中的小点 小桥起点终点 那么它点与点之间的 这个特征与特征之间的 这个位置关系 它是存在这种差异的 那我们把检材中这些所有的点 然后集合起来 它会形成一个图案 那么这个图案和我们样本中 也是有差异的 差异虽小 但只要有差异 只能说明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这两份指纹不是出自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彻底证明了 当年犯案的确实不是何晓能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这个 我们判断下来 就是说来申诉的这个何某能 并不是案件当中的那个何某能 何晓能的清白嘛 终于是回来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因为何晓能想不明白 当年犯案的到底是谁啊 那个人又为什么能够把罪名 扣在自个儿头上呢 我就是希望啊 检查院啊 华院啊 把我这些事情 就是搞清楚了 是啊 谁敢这么大胆子呀 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更大的困惑是时隔18年 又要怎么找出这个人呢 而最后 那个至关重要的判决书 那挂在何晓能 个人记录里的案底 又能否彻底消除 开箱扫码 赢黄金花生百分之百有奖 本节目由银路牛奶花生 特约播出 事关案件的真相 何晓能背负的案底中 真正的反对者是谁 事实上通过后期的 这个案卷给出的信息 之所以让人们无法肯定 都是因为只有签名 或者纸文 却没有照片 但是如果往前查呢 检察官反过来 调阅了最初的预审券 这一般是嫌疑人 刚接受训问时的记录 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幸好 真就找到了这样一张照片 就是这个人 他才是当年真正的嫌疑人 那么他是谁呀 他为什么会用何晓能的名字呢 还对何晓能了如指掌 就在检察官打算 启动调查的时候 何晓能来了 他一看这照片啊 简直是尖叫 因为这人呢 他认识 那个下面一看 就是我表哥 就比较明确说 冒用他身份信息的人 可能是其表哥李某喜 是的 表哥李某喜 何晓能姑妈的儿子 也算是相当亲的人了 而且这个李某喜的家 距离何晓能家 也就一公里远 所以呢 他能不清楚何晓能的情况吗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现在又在哪啊 进行调查 李某喜呢 找到了 然而他所在的地方啊 又一次出人意料 他居然呢 又在服刑呢 因为反盗窃罪 被判了一年五个月 而且他之前还有多次犯罪记录 感觉他是个累犯 而在这儿值得一提的是 法律是严谨的 即使有了何晓能的指认 贾拉罪仍然委托监狱 采集了李某喜的指纹 进行了比对 结果显示 信息一致 然后这样的话 就确定了 原案中的服刑人员 身份 真实身份信息 是李某喜 身份终于确定了 等到李某喜 服刑结束之后 警方也再次对他进行了询问 对于当年的一切 李某喜承认了 原因却让人有些意外 李某喜也承认 当年在2003年之前的时候 其因为吸毒 曾经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过 2003年9月份的时候 当他再次因为吸毒 被公安机关抓获的时候 李某喜因为担心自己 会被送去强制戒毒 因此就产生了冒用 其表弟何晓能身份信息的这个想法 居然为了不被强制戒毒 胡乱冒用表弟何晓能的这个身份 只能说啊 与毒品沾那边 确实会让人失去理智 甚至丧失道德的底线 当然了 李某喜冒充何晓能的时候呢 还撒了谎 说身份证掉了 所以警方只能调取户籍档案 以作核实 可偏偏当年那户籍档案呢 没有照片 当时根据公安机关调取的户籍信息上 是没有户籍人员照片的 没照片要怎么核定呢 当年不比现在 智能设备远远没有普及 所以警方也是想了办法 就通过家庭情况来核实 但是户籍信息上会有 何先生的家庭成员情况 以及年龄信息 文化程度等信息 然后当时在询问李某喜的时候 因为李某喜本身就是 何先生的亲戚 对何先生的家庭情况比较了解 就这么着 李某喜得逞了 远在老家的何晓能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成了一名隐君子 一名犯罪嫌疑人 甚至是一名罪犯 如此离奇的事情 总算是有了谜底 看来有人说 不怕外人害你 就怕熟人坑你 这话有一定道理 好 最后呢 这就到了解决部分了 何晓能如何在档案当中 恢复自己的清白呢 这时候检察机关再次发力 苏州市象征区人民检察院 向苏州市象征区人民法院 发出了再审检查建议书 建议该院呢 对原审故意伤害一案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 同新审判 法院在收到我们的 再审检查建议之后 对案件进行了一个审查 并且呢 要求我们协助 他们对江何先生 以及李某喜 教制向城区 然后对二人的信息 当面进行确认 而法院在受理 再审检查建议之后呢 十分重视 对何晓能和李某喜的身份信息 进行了确认 也对原案内容重新进行了审查 最终认为 原判呢 的确是对被告人身份信息 的载名错误 但是考虑到实际 受审服刑的 军事李某喜本人 何晓能只是被冒名 故原案不需要启动 再审程序 不再审 不是不解决 而是程序上 要走另外一条路 之后 苏州市向城区 人民法院 做出刑事裁定 将原判决书当中 被告人 姓名何晓能 全部更名为李某喜 此案与何晓能 再无任何关系 而此时 距离何晓能 这个姓名 被写进判决书 已经过去了 整整18年龄 一个月 拿到财定书 何晓能 当然很高兴了 但是高兴之余 他又有一些隐忧 我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这个到底 这个生命证 到底还可不可以用 我现在还不清楚 比如说 如果去 又搞个什么 滴滴平台去录一下 或者是 或者是搞个什么 霍拉拉平台去录一下 现在还暂时 我还不知道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录进去 然而何晓能 不知道的是 讲察官已经考虑到 这个问题了 他们已经向 公安机关移送了 法院的行政裁定书 并建议公安机关 删除当年李某喜 冒出何晓能名字 所造成的 所有违法犯罪记录 建议公安机关 对当年李某喜 冒充何先生 吸毒进行行政处罚的 劣迹 一并予以消除掉 经过公安机关 向省公安厅申请 然后现在何先生的 前科劣迹的记录 已经全部予以消除 这下何晓能该是彻底放心了 虽然这次的这个村民选举 他是赶不上了 但是只要有心 明年再来也可以的吧 而通过何晓能 这次跌宕起伏的经历 我们也能发现 虽然由于一些犯罪分子的心机 会出现一些错误 但是不用过于担心 因为现在法律上的纠错机制 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在这个纠正错误判决的过程中 作为一个人民检察院 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他有权通过提起抗诉的形式 来启动一个审判监督程序 另外一种方式 他也可以通过提出 检查建议的形式 建议法院启动再审程序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人民法院 就是做出原判决的这个法院 以及他的上级法院 都可以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 来启动审判监督程序 最终进行一个纠错 那么在这个审判监督程序 启动之后 作为一个公安机关 他有一定的义务 来协助进行调查 那么如果一旦 对于判决进行一个纠错 那么受到原错误判决影响的 这个被告人 有权要求公安机关 就是更改相关的记录 那么从犯罪记录里面 就是删除相关的信息 所以只要咱们坐着端行得正 深正不怕影子鞋 就不用怕没有说理的地方 不过反过来想想 也着实是让人后怕 何小能又何曾想到 他认真生活的时候 公安局记录里头 居然还有他个人的案底 如果要不是这次参加选举 指不定这何小能 一辈子都发现不了 万一真是那样 再等到后代想申诉 那求证过程必定十分艰难了 看样子 咱们对自己的个人信息 还是得多加掌握 比如说户籍信息 比如说征信记录 有机会的话就查一查 以防出现一些未知的疲劳 开箱扫码 赢黄金花生 百分之百有奖 赢路赢的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年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 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 来到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感谢观看